今日若是掌柜的不原谅你 你们也就不用跟我回去了 什么时候求得原谅 什么时候再来见我 我们的日就是喝醉了 对对对 您是梦少朋友 我们也是跟着梦少师的 也算是 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 那个人人口味不同 说不定只是我做的东西 他们吃不惯了 吃不惯他们吃不惯 他们没什么见识 连咸淡都尝不出来 更别说好坏 还劳烦掌柜的 把你们店里的好菜都拿上了 那个我们不营业了 对不营业了 行 你们想吃什么 我要你们店里 所有招牌菜 你们的菜 狗都不吃 废话 狗怎么可能吃辣椒啊 我说你们啊 真是人以群分 物以类聚 你要这么喜欢爱找茬 这么闲 不如去卖盐呢 我还以为你找了个多厉害的厨子 那日还与我吹嘘说 同我不相上下 我娘说得没错 废物是天生的 你们才是人以类聚 没想到你也是厨子呀 就你这样糟蹋粮食 你能做出什么好吃的饭菜来 说不定 连菜都炒不熟呢 我们可以比一比 好啊 比试就要有输赢 你拿什么输给我 我输了 就把这个酒馆给你 你要是输了 有什么可以给我的呢 我把我的上食之位让给你 竟然还是个玉蠢啊 是 我要你的上食之位干什么 你说 你要什么 还是算了吧 他虽然忍不怎么样 但是处意的确不错 他说了 如果你输了 就让你跪地上 磕三个响头 我说的是算了算了 他真真的很消息眼 啊 对对对对 他还补充了一下 他要你 边跪 边磕 边喊 就这样被你征服 好 我给你三日时间做准备 不是 那个 你这什么赖套 菜量麻烦大了